印度北方邦正在新建一座新机场 2009年8月开始 当地政府已经开始征收机场用地 这里牵涉了上千名农民的土地 征地的补偿金较为丰厚 政府一共支付了233亿卢币 约合23亿人民币 给4360名村民 其中很多人都获得了超过1000万卢币的补偿 约合100万人民币 一名农民沙利玛家中 37块土地都被征收为机场建设用地 一下子从年收入10万卢比 约合1.5万人民币 变成有8000万卢比资产的爆发户 约合800万人民币 沙利玛拿着这些钱先是买了辆汽车 但很快他发现自己和其他村民 好像不知道这笔钱怎么花才好 很多人除了买车以外 几乎没有更多投资或者是未来规划 沙利玛尝试过开店做生意 但这个想法被父亲否定了 他认为农民还是要以农业为主 多买些土地才是正经事 不过整个村子的风气 在外人看来都很浮躁 因为补偿发放没多久 村子里年轻人就新购了100多辆摩托车 整天都轰鸣不止 村子里的长者担心这些钱 会被年轻人全部败光 在过度消费和喝酒上面 辛格获得了6000万卢比的补偿 约合600万人民币 他决定给两个孩子户头 各存1000万定期 剩下4000万存在自己账户上的定期 他的大儿子现在依靠开出租和吃利息生活 辛格认为还是要为长远打算